很多新婚夫妻结婚后不久就开始被孕,准备要孩子,但是不一定能一次就怀上,那么一般被孕几个月才能顺利怀孕,我想这个问题是一直想要孩子,却总是怀不上的女人都想知道的,一般被孕几个月能怀上,其实想要怀孕,被孕时间是不可预测的,有人被孕一个月就怀上了宝宝,但是有些人被孕了一年却还没有怀上, 所以说,被孕时间和怀孕是没有绝对的时间限制的,而且被孕的成功预复是需要夫妻双方进行配合的,那有哪些小妙招能助你快速好孕? 四个被孕小妙招,助你轻松受孕,一,孕前检查,二,掌握自己的排卵心和排卵日,有人在被孕期间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排卵心时间,要知道自己哪一天排卵, 比在排卵日的前后一天左右同房,更能有效提高受孕率,这女人可以通过测量基础体温的方法,或者是使用排卵试制的方法,来准确地找出自己的排卵心和排卵日, 三,戒烟戒酒,在备孕期间,夫妻双方都应该戒烟戒酒,因为喝酒吸烟都会对男人的生殖系统造成毒态,进而可能会影响到精子的质量和数量,而女人喝酒抽烟,同样也会影响到卵子的质量,还可能会造成女人不排卵,即使成功受孕后抽烟和喝酒,也可能会导致胎儿出现畸形问题, 四,良好生活习惯,夫妻双方在备孕期间,都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可以进行适量的有规律运动,比如说做一些承逃,瑜伽等优量运动,能有效调节体内激素的平衡,平时夫妻双方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,不充身体所需营养物质,不偏吃,不调吃,这样才有利于更快的还上小宝宝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